歌手现场汪峰对华晨宇,我忍你很久了,结果人家只是演戏而已。 汪峰,一个才华横着意的不可多得的音乐人,歌曲数量和质量只有周杰伦可堪一笔。 如果说当今乐坛有谁明显高出一头的话,那么只有两个人。 一个是汪峰,一个是周杰伦,前两天李健在《仓房》中还说到了,即使是周杰伦,也有一部分专辑的歌曲是别人填词。 两者之间是有着很大差别的。 但要知道,汪峰是一个人,字曲包办,非常喜欢这类创作艺人,前辈如罗大佑和李宗盛。 而我们的内地,也有汪峰。 也闻有汪峰才有如此的才情能够全部走上自己的原创歌曲之路。 而我们的另一个男歌手华晨宇,提到近年中国的新生代歌手,绝对没有人会略过华晨宇的名字。 华晨宇同快乐男生出头,从第一首《火星文》自创去到最后一首《网游草》让人看见他唱歌的进步幅度之大,再加上后期他在天类之战。 上演唱了《陈与亦然一爆炸与我的滑板鞋》二曲《惊艳四座》,让他获得了听众的青睐。 当然,华晨宇并非空游演唱功力,更有益于常人的作曲天赋。 在他出的三张专辑《卡西莫多的礼物》,《异类》以及近期刚推出的《H》中,皆有大量由他作曲的作品,在自作自唱的状态下更多面向地展现了他的诠释功力及音乐天赋。 在不久前的《歌手之战》里面,因为汪峰录节目好几次都录得不是很完美,然后被华晨宇调侃,后来汪峰放狠话说,我忍你很久了。 就这样一个情节,被网友们给送上了微博的热搜,告到最后官方都有出来辟谣。 而在不久之后,汪峰更是提着很多零食去华晨宇的录影棚拜访,说知道华晨宇喜欢吃零食,就买了一堆的零食去给他,然后还在微博上发声爱特华晨宇,亲切地说道,花花,听说有人说我们在歌手上面闹矛盾,有这事吗? 随后华晨宇在微博回应说道,没有的事,前辈是在叫我好好唱歌呢。 不管两人在歌手现场是否有矛盾,但是作为一档综艺节目类的作品来说,他本身就需要制造一些悬念或者摩擦,以求带动这档节目的火热,但是很幸运,歌手做到了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